今天,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主持立行记者会,有记者问到关于滞留在班岛的中国游客问题,他回答说,我有关航空公司昨日接返,滞留当地游客713人,今日还将继续派机接返,问,据报道, 近日,台风遇吐导致约1500名中国游客被困塞班岛,26日,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发布通报称,中方有关航空公司,已安排飞机,28日飞往塞班,接回离台风灾害滞留的中国游客,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,为帮助滞留游客都做了哪些工作? 答,当地时间10月24日下午,超级台风遇吐吸进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,天宁岛和塞班岛大部分地区,据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了解, 受机场关闭影响,约有1500名中国游客滞留当地,外交部高度重视,集会同文化和旅游部,民航局指导住洛杉矶总领馆,并协调有关航空公司,旅行社,旅游电商平台,积极开展协助我滞留游客回国相关工作,总领馆与没有关部门密切沟通, 即时了解机场恢复运行时间及有关安排,协调其妥善安置我滞留游客,妥善处理个别中国公民签证,停留期超期的问题,确保我游客安全有序离境, 外交部12308热线集住洛杉矶总领馆临时增设,被应急值班电话,24小时保持畅通,即时接听咨询求助电话,总领馆工作组已在塞班开展工作, 昨日,塞班国际机场,对民航飞机有限度开放,为有关航空,公司积极组织运力,共派出三架次航班, 接班滞留当地中国游客713人,另有零散中国游客达成外航航班离开,有关航空公司今日还将继续派击接班剩余中国游客, 在此,也提醒仍在塞班的中国游客,由于相关航空公司公告,即时巴黎改签,购票等事宜,安全有事成绩回国。 隔着,徐利购票等事宜。 非常好,非常好,非常好。 在这里,我们有没有什么状态,